前年共有31500名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 接受癌症药物治疗和医疗服务 比2017年增加了四成 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 如果癌症药物的价格继续快速放生 当局将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合作 近日部管制私人综合健保计划和附加险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 保险公司的私人综合健保计划 以及额外附加保险项目的高额赔偿 可导致供应商推高癌症药物价格 为此当局已经采取行动 要求设定索赔顶线 不过索赔额仍然达到 终身健保索长顶线的18倍 MOH shares the concern We will review how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cancer drug prices to help patients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nd encourage providers to calibrate their markups We are also monitoring cancer drug claims and coverage closely 部长也说当前的癌症药物清单的范围广泛 因此敦促国人在购买保险产品之前 考虑所需的保障 以及产品的长期成本 金管局也会要求保险中介机构 在介绍保险产品给客户之前 评估产品是否适合对方的需求和财务状况 看着整个血迹的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 的地区